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齐哥 达哥 其他这一家 今天是2022年4月10号星期二 生活齐哥每天找着新闻做报导做分享 发现好多新闻可以看好多新闻可以聊 那还是想说跟各位朋友讲 工作繁忙 心情繁忙 心情不好 就不要让自己痛苦 找开心的字做 找开心的事去想 找开心的事去看 最快乐 我觉得我常跟各位朋友分享一样 你可以看追剧啊 追动漫啊 看漫画啊 打电动啊 对不对 那么多可以玩 看直播啊 也可以看啊 看一些你喜欢看的人的表演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很多直播主 他们做的都是搞笑 不然就是有漂亮的女生 或者是有技巧性的一个玩家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在开着直播台 看直播的时候 一转眼 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 对不对 所以跟各位朋友分享就是 让自己人生开心 而不必要让自己不开心 那圣默琪哥每天早日的新闻做分享 也是想说 尽量能够让自己 学习一下 看着镜头说话 看着镜头聊天 顺便分享一下新闻报导 那发现有时候也是这样 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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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看到晚上好久 一下就7点 8点 9点 10点 一天就过去了 真的 不要怀疑 所以跟各位朋友讲啦 开心就好 就像我游戏抢匪最近没在打游戏 那还是有影片有人会陆续上传 那喜欢看影片的话 再去那边收看 那有一些公仔的影片 搜集的影片还不错 所以喜欢点击收看的玩家 记得去收看 那另外挂网频道的话 最近还在思考 就没什么时间 也没什么心情 所以就没什么挂网了 因为本来想说 乌克兰跟俄国打仗会怎么样的镜头 后来发现他们在拖啦 最近战争的事情拖太久 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嘛 今天主题讲全民国防手册 全民国防手册 这也是因为 乌克兰跟俄国 他们的一个战争的关系 所以说啊 他们现在就是有报导这些状况 所以也在讲 台湾是否会遇到这个状况 基本上大家讨论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说实在的 以乌克兰来讲 我们常讲的 地图全开了 不知道各位玩家 有没有打电动玩具知道 地图全开下面 你怎么去跟人家打 你躲哪边都没得躲 以前我们常讲 玩游戏最多 就是要去探索地图 把地图探索出来 发现一些新大陆 才会有趣嘛 你说是不是 但是到后来会发现到 说啊 好多都是这样子 无聊无趣 就不想玩 不想用 那战争也是嘛 那你看台湾才一个小小的岛 跟乌克兰怎么比 对不对 卫星一照全台 只要有车 就看得到了 不要怀疑 除非全部在地底下 那你在地底下挖地道的时候 也会被看到啊 为什么 因为地底下挖地道 你要总是要把那堆土拿出来丢吧 就跟北韩一样嘛 北韩常被挖坑洞 北韩常在那边做捣蛋 新闻都会爆 那现在苏联跟乌克兰的话 说是5月9号 那4月10几号 又有北韩的一个 庆祝他们的一个什么 什么庆祝啦 所以说又有核单位四报 那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离我们还算很远 我们台湾来说很近 没什么事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回到我们要看的新闻 常跟各位朋友分享 就是说 新闻很多很多可以看 你都可以去寻找你想看想聊的新闻 那去新闻报导 好像说礼拜三或四 气象可能又会 爆导会变天 如果有要出门的玩家 一定要记得 不要忘记看气象出门 就受到 不舒服的感觉 真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热门搜寻 热门搜寻这边有些 分享 我们底下都有做网址做连结 喜欢的玩家可以点击消防网址去看一下更多的一些 英文内容 第一个地震 地震之前老生常坦 之前我们常说了 地震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办 火灾的时候发生什么怎么办 都要做好预防跟做一些措施 避免受伤 你常讲的 死不死更坦苦 对不对 那再来第二个是胡凯欣 胡凯欣这个新闻 麻辣先师 宣渡三度结婚 嫁32年前初恋 还有廖国栋 有人讲特权 还有第三剂疫苗 预约 还有多亿 各位 全民国防手册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全民国防手册新闻报导 是由国防部报导出来的一些内容 还有清冠一号 台商哪一 没想到说救了为命 但是新闻报导是说清冠一号不能随便吃 不能容易拉肚子 没症状的人不要想说要去吃 去控制或者是去预防 那再看医生 由医生下处方先最重要 那还有玄冰 孙艺貞 蜜月 还有天菜小姐 我们天菜小姐也是一个YouTube主 我刚想要讲 但是后来发现不要 趁热度都要不小心中枪 因为很多玩家都是 就是键盘后杀手 喜欢在那边打字 据我了解是他有去年2020年的事情 就是有人用斗内方式去骂他 他就截图截图截图去告 去告他 那他也算是公众人物 以YouTube来讲他将近有三四十万的订阅度 观众群也蛮多的 所以不要开玩笑 像各位玩家讲 有些玩笑可以开 有些不能开 他现在说实在的 走到哪记录到哪 你都不用怕说人家找不到你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开玩笑 还有巴黎岛的南洋海鲜百会 南模会馆 南模会馆第一帅 第一名帅诈 一件照片他无言内行神秘笑 重点不是脸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还有新湖国小 竹县新湖国小明星科大 即日起学校停课 学校停课 有些小朋友家长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说这都是要看政府有没有配套措施 尤其我现在谈跟人家讲 你今天小朋友叫你回去载他 你工作怎么办 事情怎么办 你要怎么去结束你这个工作 叫别人去承接呢 这是一个问题在 那还有台紫棋 星星高中 CPI 芬蘭 芬蘭的新闻 还有周玉寇 柯文哲说 防疫难在周玉寇 按塔律班 这很好玩 其实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点击看一下 还有三大法人 买卖操了 还有强力逮捕 那如果要看昨天的新闻可以看载入更多 看到昨天更多新闻 昨天的新闻也有 停课标准 停课真的会害到很多父母精快下死 因为他回去照顾小朋友 他又不能上班 那看什么办 好不好 第一则新闻是中央通讯社的一个新闻报导 全民国防手册犯本出炉 教您如何在战场上生存 新闻报导是说先去上网去找 因为有人会吐他 在网路的资料我都打算了怎么去找 没有网路怎么办 没有办法上网怎么办 他现在就是提示你先去寻找 你可以先去网路找 先去下载 先去了解 那每个乡镇市他们都会去做改良 现在有统一版本出来的一个全民国防手册 范本出炉 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有什么该注意的 就像我们常讲 地震发生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 火灾发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这网路都看得到 但是等到发生的时候再来看都来不及了 一定要先去看一看 这由国防部发表的一个新闻报导 由他们中央设计者尤凯翔传真 全民国防手册犯本 透过图表带你认识全民国防手册 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看动画 不喜欢看字 你说 都蛮喜欢看图 就像我们看一下那么多字 你看得下去吗 一定看不下去 所以说我们还是 听听看看 读就好了 这边中央设计者的尤凯翔一个报导 那我刚刚大概简单讲过了 他这边有讲说 由各地政府医匠区特性 将避难医护及物资等资讯加入手册 以利民众做好安全 准备 及生存自助 就跟现在 就像防疫包一样嘛 现在如果发生疫情的话 有人说居家就可以做隔离 那居家防疫包里面有什么泡面啊 塞自 自我检测的一个检测剂 很多东西都有配 那未来会怎么样走 我们还是边走边看吧 人家想滚动式的一个处理吧 好不好 那这边就有讲一些 今天一个手册啊 收集整个影片的QR Code 资讯便于查询 所以才会有人吐说 他就没网路的什么QR Code 扫一扫也没有用啊 所以这边是即时设定Q&A 我们常讲Q&A的一个问题 有问 你可以拿来当 小说看 当答案去看 那手册架构是参考瑞典日本等国家 并整合政府各部会 县市政府及专家学者资讯 进而完成编辑 那主要架构这边再说明一次 应急应变 紧急应变的QR Code 空袭警报与防火避难 建筑物倒塌失火应变 停电阴储 停水阴储 医疗急救 民生必需品 短缺阴储 防灾战备物资及救护准备 生存基础知识 紧急状况报案专线 后备军人动员资讯 共11项的一个类别 就有人在问答指出 目前手册是范本 我刚才已经说明过了 以后会处于文山区 各地政府会再加入 比如文山区 所有避难医护及物资等 资讯的加入手册 那如果上手册看的玩家可以看到说 他有给你讲说 防空避难所 人数多少 在什么地点 什么样的内容 这边都有讲 那他这边说 全民国防手册 与可能的城镇战间有何关联 以及部分军事专家 关切的中战指导 那刘太义指出 手册是以民众需求角度为设抢 提供生存基础知识 以及紧急危难应变做法 做好安全准备及生存自助 这个比较重点 我们常跟各位玩家讲 就是你要知道 关事故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处理 好不好 这国防手册一个范本 那总共有28页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来点击看一下 看到更多的一些手册内容 要点击下方网址 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说明报导 那第二则新闻 这边的话是 新头壳New Talk的一个新闻 这边又讲了 战争来的怎么办 全民国防手册今天上线 急救避难阴处一次看 那有他们记者 陈钊伟的一个综合报导 这边的照片又是另外一个 手册的一个架构 刚刚已经分享过了 所以各位玩家 我们常跟你分享就是 你要找你喜欢看的版页 网页、新闻页 去搜索你想看的一些内容 基本上每个内容都讲的差不多 那如果去看你喜欢看的一些版面 这边我们刚刚都有讨论过 所以可以大概看过一下 那这边有个医疗紧急补充的一个资讯 这边是一个画面 发生什么 爆炸穿刺震波撞击伤出血的控制 加压法 还有抬高肢体直血法 这比如说你受到伤害 流血的时候怎么办 还有烧灼伤的急救处置 冲脱泡盖送 这我们以前常分享的 那等等的相关新闻 可以点击下方网址来看到 新头可的一个新闻 那第三者新闻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是由联合新闻网 这边一个报导 这边是国防部公布全民国防手册 抗敌意识的展现 由他们记者洪泽震台北及时报导 这边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 由国防部提供了一个照片 那国防部上午公布全民国防手册 内容载明暂时防灾避难基本之事 那全民防卫动员署 在手册续文中指出 此手册编辑的目的 主要是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 及可能发生的灾变时应急应变资讯 做好生存自助 所以我们常跟玩家讲 就跟你去登山爬山一样 你衰落山谷怎么办 基本的一些自助 自己救自己是最重要的 要等别人救 就是要看运气的 这边有相关的一些内容 相关的一些说明 那一样喜欢的玩家 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 像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看这个 联合新闻网的报导 就不太一样 求生基本必需品的建议表 水 过滤水 食物 衣物 我们常讲食衣住行育乐 工具 打火机 瑞士刀手电筒 指北针 台湾那么大也还好啦 不用担心方位 但是听说爬山还是会迷失 药品 止血袋 三角巾 这都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你家里的医药箱 是否有准备这些东西 所以常跟玩家讲 医药箱有时候要寻一下 基本的一些医药配备还是要有 有些用不着 但是备而不用 还有通讯器材 手机要充保电 无线电 收音机等等 像手机你要听收音机 可能就没办法了 因为收音机以前的是 装电时就可以转机了 那现在不是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发现到 我们已经习惯 习惯用手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了 如果没有电 没有电 你怎么办 所以常跟各位玩家分享 你要去假如 假如今天地震的时候怎么办 假如今天失火了怎么办 今天为什么会失火 为什么会地震 所有都要去了解 就跟我常讲的 为什么之前停电的时候 全台大停电 大家买蜡烛买不到 买手电筒买不到 就是因为临时性 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我怎么没有 所以常跟各位玩家分享 就是说要记得 有些东西备而不用 等到要用的时候 才不用担心 没得用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 全民国防手册的一个分享 大概的新闻报导就到这边了 那还是跟各位朋友讲 喜欢点击下方网址 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新闻报导 那今天的生活情歌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拜拜